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总经理是这样说的 新疆队根本没有报价 是我们通过中方经纪人和美方经纪人对维德进行的报价 此外这位总经理还表示 三年两千五百万的合同是税前 他在中国的影响力以及他的个人能力肯定值这个价 现在就看维德怎么决定了 据最新消息 在昨晚维德中国和美国的经纪团队一起探讨了此事 美国方面咨询了要在中国打球可能面临的问题 紧接着美国团队将和维德本人讨论是否接受浙江的报价 维德团队刚刚给出回应是 会在两天之内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然我们相信维德的首要选择还是NBA 毕竟他的家在那里 我们对比一下 如果维德想回NBA的话 热火现在的薪资空间已经超过了奢侈税企征线 所以他们能给维德开出的最大合同 就是起新为五百三十万的奢侈税中差特例 要么就是一份老将底薪 其实在维德参加中国行活动之前 热火方面又已经多次联系维德 他们想听听维德的未来计划 不过维德想在中国行之后 在对此事做出讨论 所以这事也就早且割下了 现在来看热火方面有点压力了 除此之外 维德的老伙计塔斯勒姆 在最新采访中也表示 不介意来中国打球 算了 算了 既然你俩都来了 那就都别回去了 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造吧